HELLO,我是化妝師Viuo 接下來乘入秋冬季了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會有很多派對和活動要去 我今天會教大家更換味的派對妝 看看如何在派對中大放光彩 首先,我們會塗一些BASE 這個BASE是LUNA的BASE,就是修毛控 我們可以塗整個臉的位置 第一,可以令它比較控油一點 讓我們全天去過的活動都不會那麼容易出油 而且一定有保濕的作用 好了,塗完BASE之後 我們會用REFON這個粉底液 我會建議上粉底用掃相 我們可以由中間的位置慢慢推開 好了,千萬我們這些上唇的位置 人中位就向下掃 下巴的位置都是向下掃的 好了,剛剛打完粉底,現在就輪到滑眉 眉都很重要,一個漂亮的眉型 其實就配合臉型 我們這個臉型就可以很鎮 你看到我們這支LOREO的眉筆 這個納筆狀的眉筆 我們一般會畫在眉尾的位置 畫在眉尾的位置 可以令它比較持有一點,防水一點 然後中間的位置,你看到一個海綿頭的眉粉 眉粉我們最喜歡放在眉頭至眉身的位置 做到一個很自然的效果,由眉頭至眉 淺淺地色,到眉尾深色 好了,然後你看到這支筆 最好就是還有第三個位置 就是一個螺旋刷位 這個螺旋刷位,我們可以順回眉型方向數一次 現在很流行淡淡的Smokey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換味的Party Look 首先打步,我們會先拿到粉紅色 這個粉紅色,我們會做在眼頭的位置打底 好,我們塗完下去之後 下一步,我們會再加一個第二隻眼影 灰灰地色 深色系列放在眼尾,就一定很適合我們亞洲人化的 好,然後上眼影出來,眼睛很大隻 下眼影都要配合 我們會用Case這個眼影掃,這個棒 我們會拿一個剛剛所用到的粉紅色 放在眼頭先 然後眼尾的位置,我們可以加一個啡啡地色 說眼線,我們就一定要用一些很防水的眼線液 我今天也會用Case這個眼線液 第一,很防水,第二,很幼 很幼,可以將我們睫毛和睫毛之間的位置填上 我們的臘隙,這樣眼睫毛會比較幼神 那睫毛的時候,我們一般來說 就看看眼睫毛的長度和闊度 因為記住,我們千萬不能過分睫毛 因為如果過分睫毛,它會容易脫掉 之外,是很不舒服的 如果你派對整晚,就會非常不舒服的 那胭脂方面,我們都會選用一個粉紅色的胭脂 這個粉紅色,我們有兩種粉紅的 一個淡一點的,一個是Rose Red 一深一淺,很容易做到層次漸變 就不會做到胭脂一塊塊 我們這個唇膏,你看到一個現在很流行的鮮粉紅色 這個MAYBOLINE唇膏,它都會非常滋潤 和上色度很高 我們可以拿一個唇嫂慢慢輕刃按下去 令到我們的唇紋,苦平化,沒有那麼明顯 已經看上去好像很雲蠢,很滋潤 這樣就很快完成了我們這個拍的錄 如果你想換味重一點,或者誇張一點,刺激一點的話 再成為焦點多一點,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第一,可以把眼影推高一點,刺激一點 而眼尾的位置,我們剛剛用了一個灰色或者深啡色 今次我們會用一個深藍色來做的 可以參穿吧 這次會不會被打開 我們會不會放上去 那次我們會不會放在一起 感谢观看